原标题 还有这种操作 台设外部门给国民党寄公文用修正带涂调中国二字 环球网综合报道 蔡英文自去年上台后大行去中国话 据台联合新闻网20日报道 台外交部9月7日给国民党中央党部寄去两封公函 信封上原本盖上收件人是中国国民党 但中国二字却都被以修正带涂调 引发国民党不漫 此事原委要从上周一国民党收到由台外交部经国使馆邮局给党部的两封公文 一味逆见 意为一般公文 但公文信封上原本已至是印章该印的收件人中国国民党 中国二字都被修正带涂调,却已守且加注中央党部 而当国民党打开外交部公文 又发现文首收文者一来也不如其他机关 寄给国民党的公文 以中国国民党全称也只有在明国民党中央党部 当发现这种状况后 国民党内收发单位一度傻眼 质疑怎妖这妖没礼貌 信封收件人这样乱涂改 收发单位转交党内相关单位处理时 还引发争执 质疑自己人干的 最后了解状况后 经手公文的党工批评 外交部根本是想借刀杀人 制造内讧 国民党文传会主委李明贤质疑道 外交部长李大为曾为国民党员 这样对曾经的自家人开去中化这一刀 要消灭国民党 这样厚道吗 应好好管好自己人 另外若蔡英文要推动信四当初 陈水扁外管证明政策 全面去中化 那中华邮政 中国石油等企业应率先更名 不应从中国国民党这个民间社团开刀 对此台外交部解释到 历来发文给各政党或相关机构 公文的授文者均以全名称之 国民党收到的信封经查 纯属单一个案的作业疏忽 并无外界所指涉去中国话说法 外交部队造成外界误解感到抱歉 未来将加强注意及要求 责任编辑张建立